一只脚站稳了 才能走下一路 现在 咱可把两只脚都站稳了 可以回过头来 收拾祸害们了 这是朱元璋 第一次展露狠辣决心 此刻 蓝宇刚刚完成北伐 朱元璋就已然下定决心 这群骄兵汉将不能再留下去 事情还得从太子朱镖 举着捷报说起 大捷呀 北江大捷呀 天王大和全手 不滑 不滑 收到送报的朱元璋 按住了机动机 朱镖一看 明白了 这个就叫专业 作为帝国的统帅 朱元璋表示 那么这一次 蓝宇是怎么打的 让我们把视野抽离出电视剧 公元1387年 蓝宇领兵15万 正式走向了军事生涯的巅峰 此时 徐达病逝两年 经历了前面足足九四的讨伐 北援已经损兵折将 唯一能与徐达抗衡的 天下第一齐男子 赵敏他哥 王宝宝 也已经去世许久 北援新任纪念者 袁一宗托古斯天木尔 还没明白咋回事 蓝宇就已经来到了 捕鱼尔海 此战风沙蔽之 蓝宇将军发表了战前演讲 托古斯天木尔啊 我蓝宇到捕鱼尔海呢 你们北援主力 面对我们大名主力 来王毕 给他整个活 走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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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蓝宇的攻势 曾经驰骋天下的北援朝廷 名存实亡 袁一宗带着儿子 仓皇逃窜 此一战蓝宇斩获有多大 根据明太祖十路记载 获其赐子弟 宝奴 妃子 等六十四人 即顾太子 碧里图妃 并公主等五十九人 又追货 吴王朵儿之 代王达里麻 平章巴兰 等两千九百九十四人 军事男女七万七千三十七口 得宝喜图书 排面一百四十九 宣池召会 三千三百九十道 马四万七千匹 驼四千八百四头 牛羊 十一万两千四百五十二头 车三千余辆 同年 又大破哈喇张布 俘获军事 一万五千多户 战马骆驼 四万八千多户 等来与班师回朝 朱元璋的表现 并没有朱苏俊军写的那般详细 作为白手起下的千谷一地 他深知此战打赢意味着什么 在朝会上更是发出感叹 荣敌之祸中国 齐来已久 立官前朝 授其霸逼 遭其困顿 身有何耻 今肃末一清 启都国家无北顾之忧 使天下声名之虎也 明太子识入 同时 他给予蓝玉的评价 可以说是旷古朔金 虽汉之未卿 唐之礼敬 何以过之 同年 蓝玉战功显赫同时 又搞了一点花边新闻的蓝大将军 晋升为梁国公 成为后屈长时期 军中的一号人物 补全的电视剧中没讲清楚的 咱们继续来看电视剧 看看正在装病的朱元璋吧 朱元璋 斜靠在床上 看着自己的结发妻子 说话 突出一个阴阳怪气 感情 你去刘伯温送吃的 就显得我无情无义呗 接着 老朱脸一沉 马皇后叹了一口气 你放心 以后我也不出宫门半步 瞅着老婆语气不太对 陆元璋 赶紧想办法朝捕一下 马皇后很干脆的 回了四个字 我可以拒绝吗 受伤的老朱 眼神一暗 你不想去就算了 随你的便 我跟彪子两个去 马皇后也毫不客气 一起身 竟然头一晕 一个亮枪摔在地上 刚才还高高在上的皇帝 此刻慌得不行 并也不装了 直接下床 一把把自己的老婆给拉起来 生怕是出一点问题 嘴里更是忙不迭地询问 马皇后可不管你这个 我生气就是生气 拉着玉儿就要走 只留下朱元璋一个人 在原地暗自伤心 妹子呀 你要是贫血滴血压傻的 可以吃溜溜美 结果一扭头 彪子就跑过去安慰老妈了 一口一个 妈呀 咱爸那脾气就死去 你跟他生啥气呀 气坏了身子 可不好 儿臣觉得父皇是真心让你去的 马皇后知道儿子的意思 想借着这次出去玩 缓和一下气负 可他更知道自己和朱元璋 都是有主意的人 眼下还不如各自冷静一段时间 这要是一起出去玩 低头不见 抬头见 指不定天天偶气 更是放言 我这一辈子 就是这么磕磕碰碰过来的 怎么着 到老了 我还得顺着他姓朱的 同时也准着朱标 你平时也别顺着他 没事多跟你爹打两架 顶他几句 别惯着他 就是惹他生了气 他心里也喜欢 朱标表示 母后儿臣都气住 此刻的朱元璋 自然是不知道这一般的母子子孝 他正忙着如何套路胡为庸呢 他这一次召见胡为庸 小婚一见面 就发动了师承自李山城的 拍龙屁气呢 朱元璋把手边的奏折一收 咱哪想去避避鼠 这可给胡为庸下坏了 陛下是啥意思 朱元璋的套路有多深 为了测试胡为庸 直接放言 让他当皇上 这可给胡为庸下坏了 直接跪在地上 朱元璋更是嘱咐 你看看哪 蓝玉北伐的时候 你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这说明什么 这个就叫专业 胡为庸也听出了朱元璋的意思 抓紧时间表现自己 这话什么意思 前台词不就是 陛下 您把朝廷交给我吧 我保证你玩的开心 朱元璋微微一笑 这就打算给胡为庸暗示一波 他拿出言官的奏折 告诉胡为庸 言官们 在奏折上说你 是大监死中 善弄权柄 结党营私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 但凡是大明律上写的 都给你参上 这一波 小胡的认错太多 就很良好 一个花铲 就跪下了 可老朱是什么人呢 先手一波 你何罪之有啊 同时更是表示 古来干大事的能臣 哪有几个不被弹劾的 你要是没被弹劾 我还不敢用呢 现在是啥情况 洪武改革吹满地 大明人民真争气 这才能让言官们 来玩 我们来找茬 胡为庸 被这朱元璋的一套 彩虹屁三连给忽悠绝了 春光满面的 跟朱元璋说呀 陛下 您这说的 我心里是暖暖的痒痒的 老朱一听 嘿哟 痒痒好啊 活人 还能被痒痒死咯 你就把这些弹劾呀 当作一根痒痒挠 就得结了吗 小胡是个傻人呢 此刻是 一俩脚离地了 病毒就关闭了 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他是立主朱元璋 要加奖言官弹劾自己 这人设营造的 堪称一个彻底 气度不凡 不愧是下午 再向独立能乘船呢 同时 老朱又跟胡为庸 叠buff 什么满朝文武 夸你的可太多了 说你是红武第一贤相 更是放言 胡为庸 咱告诉你 咱在离境期间 你要大胆地理开 当断则断 当搏则搏 咱欣人你 这可给小胡吹得迷迷糊糊的 可朱元璋是啥人呢 更是直接在接再离 喊住了要离开的胡为庸 我这儿啊 有根木如意 咱赏给你 小胡接过这把木质养药脑 眼神都会发光的 这可是皇上天生爱物 皇上把他赏了沉 该说不说呀 此刻的小胡 脑袋是嗡嗡的 话都说不明白了 就听见耳旁 大呼有朱元璋的声音 继续传来 这就叫做 君臣一体 心心相应 后跟去请一位禀报 胡为庸丞相 回家的时候 是一蹦三尺高 那么 被朱元璋吹得膨胀的 胡为庸会通过测试吗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长安大拇指三秒 为聚远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